Hi! My name is Kyle Ewan 我是一位攝影師 那我們會常常傳輸非常大量的資料 就是從相機傳輸到電腦 從電腦傳輸到硬碟 然後再從硬碟傳輸到電腦 各種傳輸 那我現在目前傳輸的日常 就是用這種傳統的2.5吋硬碟 然後就是外接這樣子 我們就可以輕鬆的從各種的 不同的電腦啊 或是各種的裝置 傳輸到另外一個裝置 那這個 需要花時間 就每一個傳輸資料 都速度不是很快啦 就是你每一次傳 可能就要2、30分鐘 你就要等它在那裡傳 然後就是一個不長又不短的時間 非常非常尷尬 那它的速度也沒有快到 可以說你如果拍影片的話 你可以直接用這個硬碟來剪輯 就是沒有辦法的 就是它的速度沒有那麼快啦 就是你影片剪輯會卡頓 所以我電腦裡面裝的全部都是M.2 所以你要剪輯的時候 我們就要把裡面的M.2清空 也不用清空啦 就是如果有 足夠的資料 足夠的位置可以來剪輯的話 我們就把這裡面的資料 全部丟到我們的M.2 不管是筆電或是桌機的M.2來剪輯 或是處理這些影像的部分 那 這個中間的傳輸速度 我覺得 我覺得需要再剪短一些 所以呢 我們今天有兩個產品 我覺得應該還不錯 就是有點像是 升級嘛 就是解決這個問題 就是在傳輸電腦跟硬碟之間的速度 還有 我們今天這兩個東西 理論上就是可以直接插到電腦 不用再傳到我們電腦裡面的M.2 就可以直接 從外接的這個小小的硬碟 就可以來 固態硬碟 就可以來剪輯 那這就是我們的Crucial P2 就是MVMV M.2的Store 就是SSD啦 2T的 就是我在網路上看到最大的2T容量 然後是價錢最便宜的 而且是我有看過的品牌 美光啦 就算是大牌吧 然後另外一個呢 就是我們的ROG 這一個呢 是我們的SSD的外接盒 就是裝一個M.2 就是我們把這個Crucial 直接接到我們這個外接盒 然後這外接盒就可以用Type-C直接連接到我們的各種裝置 像是平板手機也是可以 好 那我們就直接快速來開箱這兩個產品 然後來測試看看 到底它的速度是多快呢 到底有沒有升級 明顯升級 還是 我根本就又在浪費錢呢 好 那我們先來開箱這個 ASUS的ROG STRIKE ARION 這個Lite版本 就是減配版本啦 就我覺得就是一個外接盒嘛 也不需要太多奇怪花俏的周邊 好 我們就來看看 裡面有什麼東西 OK 所以一打開 第一個就是我們的ROG STRIKE ARION 哇塞 真材實料 整個是金屬耶 哇塞 硬邦邦 我以為它是塑膠 結果它是金屬 OK 我們盒子裡面還有一個SIM卡卡針 因為這個ROG STRIKE ARION 最特別的地方就是它免工具 免工具嗎 就是用一個SIM卡卡針 你就可以把這個硬碟盒打開啦 OK 盒子裡面還有幾本的說明書 然後一條Type-C到Type-C的連接線 好啦 盒子裡面就沒有東西啦 那我們這個硬碟盒就開箱完成了 接下來我們就來開箱這個Crucial的P2 2T的M.2 SSD硬碟 OK 這是我們的超級迷你SSD 它寫Made in MX MX是哪裡呢 Mexico嗎 是的 沒錯 是Made in Mexico 墨西哥 好啦 那我們就來想辦法把我們的M.2 塞到我們的硬碟盒裡面 OK 那我們就拿著我們的SIM卡卡針 就來打開我們的硬碟盒 哇塞 這超帥 這個開起來 這真的是真材實料 它的這個硬碟盒 整個都是金屬機身 這真的是超級真材實料 我以為硬碟盒都是整個是塑膠的 結果它整個是超級紮實的金屬 所以重量也是重了一些些啦 這個硬碟盒上該還有附兩片的散熱 就是散熱片 就是可以讓你的SSD更快的散熱 我也不知道到底效果如何 因為我也 就是平常在電腦裡面的M.2 也沒有這散熱的 它也是活得好好的 所以我不知道這個散熱到底會 有沒有影響它的效能 但是你如果長時間的傳輸 那個M.2真的是會變得非常非常燙 所以有個散熱是還不錯的東西啦 好那我們就直接把我們的M.2插進去 然後後面的螺絲就給它鎖起來 OK成功把我們的M.2塞到我們的硬碟盒裡 那我們就直接輕鬆的把它蓋起來 OK 那我們就直接插到我們電腦來測試一下 看看這個東西 跟我們平常的2.5吋的硬碟到底 差速度差多少呢 OK那我們就直接先來測試一下我們舊的硬碟 那我們舊的硬碟的速度呢 我們直接用一條USB Type-C 接到電腦裡面 那我們來測試的檔案是這一個 最大的5GB的檔案 我們就傳輸這一個 神奇的影片檔案 然後來看看它的速度 嗯 80幾咩 也需要1分多鐘 它才可以傳輸 它現在又變慢了 70、80 再 80以上啦 OK我們成功把我們的資料傳到我們的硬碟裡面 那我們反過來再把硬碟資料傳到我們電腦 看看速度怎麼樣呢 看起來速度也是差不多啦 就是也是80幾 80以上的速度 就是慢慢傳 一個如果是200GB 那你就是要傳還蠻久的 OK那我們插上這個ASUS的七彩酷炫硬碟盒 Type-C到Type-C之後 我們的 檔案總管 找不到這個硬碟 因為我們需要先到我們的磁碟去整理一下我們的硬碟 因為我們是全新的硬碟 磁碟管理去 處理一下這個硬碟 OK搞定我們的硬碟有1.81T的容量 好那我們就直接快速的複製剛剛一模一樣的檔案到我們的硬碟盒裡面的M.2 看看速度快多少 500枚 哇賽 這樣算是幾倍 6倍的速度嗎 超快 接下來我們就把硬碟盒的資料傳輸到電腦裡面 那我們就來快速複製一下 應該速度也是頗快的 來 700多M 哇比寫入快快了200多M 哇高速 所以剛剛都是連續寫入跟連續讀取就是玩開心的 那現在就真的是傳輸你平常會傳輸的檔案 就是有各種各種的小檔案 我們就來看看我們現在有一個專案 這個資料夾裡面有868GB的檔案 有1204個影像 就是有照片影片各種奇怪的檔案都在這個資料夾裡面 那我們就直接把這個電腦裡面的資料 直接複製到我們的硬碟盒看看 齁齁 有稍微慢一點點 到了400Mbps 好啊 你看現在我們用SSD還要傳35分鐘 那你就知道我們平常在傳那個普通的2.5寸的硬碟到底是要傳多久 會傳到發瘋吧 OK 之後我們的硬碟外接盒加上M.2硬碟 那速度真的是有變快啦 就是500多Mbps左右讀寫這樣子 然後不管是筆電還是桌機都是500Mbps 但是我們剛剛還是遇到一些問題 爆炸酒 對 超級無敵燙齁 看到沒有 傳了500GB的檔案 以後 它的速度會明顯的快速下降 然後就直接變成70Mbps 反正那個時候 我們之後再解決的事情 反正 是有升級啦 只是 我會不知道該說什麼 反正 問題解決一半 還有更多的問題需要解決 這就是我們的硬碟外接盒的開箱跟分享影片 當然喜歡這個影片按個讚 按訂閱我們頻道 可以看更多的相關影片 這裡有一個全部都是開箱影片的playlist 請注意一下 My name is Kai Wan and I will see you guys next time bye-bye 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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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